各位觀眾 不管你是早上還是晚上 點開這支影片 點營都先按個暫停 可以先準備出發無印了 再去的路上 再來慢慢看這支影片 因為本季Muji Arbor秋冬的單品 所以我覺得近半年來 就值得衝的一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樂樂 那今天就是要來跟你們分享 本季Muji Arbor秋冬的單品 雖然不少老觀眾 應該都已經蠻熟悉Muji Arbor了 不過還是要跟新觀眾 稍微提醒一下 原Muji Arbor是無印比較高端的 服裝支線 目前只有在這幾天門市 才有販售 準備出發的觀眾 記得注意一下 免得撲空了 那會叫大家趕緊出發 是因為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他們的新品已經上了 差不多兩三週左右了 因為我自己也是在前兩週 逛街無意間發現 他們這一季居然出了 超級多好貨 現在身後這一排 就是等等要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這是特別值得入手的款式 給你們 那就 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分享 第一個單品 首先第一個要分享給你們 就是這一件 頭上什麼 頭上居然有線頭 重來一次 首先第一件要分享給你們 就是這一件 二重之外套 這件外套看上去 雖然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放在架上 那時候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的顏色 是很淡雅的 象牙白 它帶了一點點米色 但是又沒有到像復古白那麼黃 上身之後有一種高雅的貴族的氣息 再加上這件它的材質是100%的橘子纖維 因為是用編織的手法去製作 所以細看的話 它面料的表層 視覺看上去是很緊密的網狀結構 自帶了一點像是光影的那種層次感 所以其實整件外套都是單一色調 也不會顯得太單調無趣 而且很特別的是 它的手感是很像棉的那種柔軟質地 不管里外 觸感都非常的滑順 厚薄度適中很適合換季的這個時候 上身之後有一定的份量感 但重量上是比較輕盈的 它的版型我覺得是走比較方正 微寬鬆的剪裁 它力領的高度是做稍微短一點點的 拉到底的時候 差不多是會在我喉結的位置 所以視覺看上去是比一般力領外套還要更加俐落的 因為如果稍微對Mujirobo有點了解的話 就會知道它的設計師 同時也是NNHURIO的設計師 所以自然可以在Mujirobo的單品上 看到NNHURIO他們家經典單品的影子 然後版型上我自己覺得雖然它沒有做到非常寬鬆的剪裁 但在活動上也沒有任何的束縛感 另外這件外套它的整體設計可以說是簡約的非常極致 不說的話正面看你可能會覺得這件外套它沒有任何的口袋 因為它的口袋坐在側邊縫線 腰部的這個地方 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這件外套 都是很clean很極簡的那種感覺 就連手袖以及下板的部分都是做了比較短的收編 而在下白處它還有附了抽繩 收緊的話可以讓視覺有點圓弧的效果 讓這件外套瞬間有一點運動夾克的感覺 所以可以根據自己的穿著習慣來做下白的調整 綜合以上的特點包括版型、面料以及這件它的顏色 讓這件外套我覺得上身有一種很高雅的貴族感 那這件外套它還有出了黑色以及卡其綠 都是很擺大的顏色 不過橡牌白我覺得是裡面最吸睛的顏色 上身跟肌腹接觸的感受是非常舒適的 不過它面料的特性以及這個厚度 個人覺得這件應該是比較沒有遇寒功能的 這件外套的尺寸我拿的是L號的 因為想說這個厚度秋天可以單穿 冬天則可以拿來當作中層衣 在最外層就可以再搭配別的外套 下身的搭配我覺得也沒有任何的局限 可以搭配比較outdoor運動的褲子 工作褲或是西裝褲我覺得也都OK 最後是這件外套它的價格是台幣1990 如果你的衣櫃現在少一件高級色的話 那這件外套必須拿下 接下來第二款就是這件黑色的連帽T 那這件帽T跟剛剛分享的這件外套它的材質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布料的特性以及質感上跟外套是相同的 然後也除了三個顏色 除我現在手上的黑色之外 一樣也有象牙白跟卡其綠的 雖然我剛剛有說這件象牙白我覺得是三個顏色裡面最好看的 不過考慮到帽T的實穿度 所以我還是選了黑色 那這件它的版型跟外套一樣 也是走比較方正微寬鬆的剪裁 比較不一樣的是它在手袖的部分是做比較fit一點的 不過上身之後活動也沒有任何的束縛感 然後剛剛說這件外套它的整體設計簡約的很極致 那這件帽T只能說簡約的更極致了 因為它去掉了很多我們以往對帽T既定印象的設定 像它的帽子沒有做鬆緊的抽繩 下白以及手袖也都沒有羅文的鬆緊 再來我覺得簡約到有點過分的是 而且這件帽T它是完全沒有做任何口袋的 所以這件它的品名叫連帽上衣 但我覺得跟以往比較厚重的帽T相比的話 它比較像是帶有帽子的長袖T恤 不過因為布料的關係 它上身的舒適度是真的相當不錯 我覺得拿來當作追加服很舒適 直接穿出門也不會太隨便 這件價格的部分則是台幣1790 那補充一下這兩款二重製的材質呢 我看了一下網路上的形象 是有做下身的套裝的 不過我跑了兩間有賣Muja Labo的門市 都沒有找到下身 不知道是賣完了還是沒有進 不然我覺得還蠻適合直接衝一個秋天套裝的 再來第三款是這一件卡其綠的防風外套 這件它的材質是百分之百的尼龍 功能除了防風之外 它還有做了防潑水的處理 它在厚度上是屬於很輕薄的那一種 但是它一樣也透過剪裁 上身不會顯得太單薄 而它在左右兩側 還有配置了拉鍊的口袋 但是這件下白就沒有做抽繩 然後在袖口的部分 我想應該是為了方便穿脫 所以沒有做任何的鬆緊 開口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比較特別的是它在手袖腋下這邊 增加了一片材片 來增加穿著時的活動度 尺寸方面因為我想要拿來當作外搭使用 所以我拿尺寸是XL的 然後剛前面有說因為Muja Labo的設計師 同樣也是NHulu的設計師偉花大譜 所以這件外套先不論材質 但就外型來說 遠看的話跟他們自家商品 幾乎可以說是長得一模一樣了 像是它口袋的位置 織帶拉繩這些呈現方式 都非常的雷同 但是如果對NHulu他們家 有稍微一點了解的話 都會知道他們家單品的價位 是比較偏高的 而Muja Labo這件外套 它定價的是台幣2790 所以如果是想要嘗試NHulu他們家的單品 但是不知道適不適合自己 也不想要馬上花那麼多錢的話 強烈推薦就可以試試看Muja Labo這件新品 最後也就是今天的壓軸 我覺得不入手 對不起衣櫃的 那就是這一件 墨灰色的無領外套 和它是同一套的墨灰色工作褲 那這一套會怎麼推薦 是因為像有時候在逛到Muja Labo的時候 就是被這個顏色吸引過去的 因為如果是老觀眾看會知道 我超級喜歡灰色 而這次他們選用了這個墨灰色 我自己覺得這個色選 是相當高級的灰 那這兩款他們的材質 等等都是100%的鋸質纖維 布料手感是比較紮實的 舒適度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偏 工作服的那一種 10分滿分的話 我個人覺得大概在8分左右 據官方的描述是說 油漬或是泥土等帳污 沾到衣服上 也可以很容易的清潔 再來還有一個很加分的地方 就是這塊布料 它不容易產生靜電 這一點在冬天混搭單品的時候 很實用 就不用再怕被電到 先來說這件無領外套 它的版型是做比較寬鬆 落肩的剪裁 造型上則是很百搭的無領設計 整體一樣也是走很簡約的路線 像是用了銅色系的釦子 口袋的部分 也是做在了腰側的縫線上 不管裡面是簡單穿一件T恤 帽T還是襯衫 套上這件外套就可以輕鬆增加層次 但不會有任何的多餘感 而工作褲的部分 顏色一樣是很好看的墨灰 而版型則是走比較regular的寬版直筒 那這件褲子它的褲蠟 我覺得是做的稍微長了一點 如果身高跟我差不多 上身褲蠟想要抓剛好一點的話 其實拿S號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褲頭 一樣也是有做鬆緊的 那因為我自己習慣穿的寬鬆一點 所以我自己拿的尺寸是M號的 這部分還是推薦大家要試穿一下會比較好 而且裡面布料本身是帶有一點點光澤感的 所以它的垂墜感連帶的很自然 另外會讓我入手這件工作褲 它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的褲腳 是我做了鬆緊的抽繩 所以可以瞬間讓這件褲子 呈現縮口的感覺 而它跟以往工作褲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側邊的口袋是做比較貼合的 而且裁切線是做斜的 所以雖然側邊多了兩個口袋 但視覺看上去依然是很clean很優雅的 那這套套裝它還有出了黑色的 喜歡低調一點的朋友 黑色我覺得也非常的帥 另外除了現在手上這件工作褲之外 它還要出了寬板褲 不過寬板褲的褲腳就沒有做鬆緊的抽繩 這點要注意一下 好那以上就是我這次入手的 Muji Labo秋冬的新品 不論是性價比還是款式 我都相當的滿意 因為不只可以跟他們同系列商品做搭配 我覺得幾乎可以說是完美的融入現有的衣櫃 然後除了我今天分享之外 現場其實還有很多我覺得同樣很值得入手的好貨 像是有男人的襯襯外套以及長褲 這件綠色防風夾克 它有出無下身 總而言之說了這麼多 不如趕緊去門市實際體驗一下 因為這次我覺得他們各個單品的版型設定比較不一樣 實際上身尺寸選擇會比較準確一點 還是要再提一次 這季如果不拿下的話 算是對不起你的衣� 好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記得FollowIG 跟我的頻道 我是HERLE 我們下期見 在上海居然看到了象牙白的褲子